我口口声中说 要和两位哥哥同患难 尸到灵头去躲在这里受人保护 算什么匿迹 左右是个死 大哥二哥如此英雄了得 我这老三可不能太不成话 好笑好笑 我那猎徒是才以跌扑步获胜 这位人凶似乎颇不以为然 光潔 人家笑你呢 下来跟他请教请教 段朋友请 我最不喜欢看人家动刀使剑 我呢一来不会二来怕输 三来怕疼四来怕死 所以我绝技是不会跟你比 你是真不会还是装傻 我还以为是什么高手 站住 别跑 关门兜风 文树不葬 观音不葬 让他们千万别抓着我呀 前面是本派精敌 万人不得删入 这既然横树是个死 有没有葬身之地 似乎也没什么分别吧 我没死啊 我没死啊 这里是剑狐公的湖底 姑娘 你如此冰清玉洁 貌似天仙 不如不如就叫你神仙姐姐吧 磕首千遍 共我驱策 遵行我命 白死无悔 磕首千遍 一 二 一千 如今我驱策 终身无悔 此卷 为我逍遥派武功精药 每日 毛五有三十 无需用心 休息一次 一千还有三十 看你往哪儿跑 谁呀 莫姑娘快跑 放开我 你怎么回来了 一路多蒙姑娘相救 如今姑娘有难 不能丢下姑娘一个人啊 放开我 你怎么回来了 驾 我听别人说 你一直戴着你的这个面纱 如果有人看到的话 你不是杀了他 就是嫁给他 是真的吗 那好 我就要看看你的面容 我要看看 你到底是个丑八贵 还是个小贤女儿 你要看我容貌 许得先问过我丈夫 第一个见到我面貌的男子 我若不杀他 必得嫁于他 此人已见过我容貌 我舍不得杀了他 便只好嫁他了 信不信我马上扭断他脖子 你扭好了 反正我是无礼还手的 你要是杀了我 你便是什么 你这个徒然啊 我收定了 好好想想吧 你该怎么办我为师 我做的话 你老婆的性命 断了 你怎么办 新掌 新掌门 段相公 你可见到两个山川黑色斗篷 跟我们一样打扮的女子没有 没有 段玉在这山上待了好几日了 并没有见过与五位圣时 穿的一样的姑娘 怎么能胡乱抓人呢 姓段的 你给我安静点 再吵吵嚷嚷的 休怪我们不客气 也罢 反正横竖都是出不去 这些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未免怠慢了神情姐姐 世众 也罢了 要 import 小段的 那你不可 伤身 , 你虽然是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走 快 莫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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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南王保国大将军 好大的阵仗啊 你马上啊就见到你公共了 娘 孩儿敬您一杯酒 恭贺您和爹爹重新团聚 我们三人啊 共享着天伦之乐 我这孩儿淘气得很 爹娘管不住她 以后还望莫姑娘 多加管教才是 真像 这般模样 这般脾气 像啊 像什么像 你绝对不能嫁给玉儿 为什么 因为玉儿是你的亲哥哥 你的师父其实是你的亲娘 而我 我是你的亲爹 放开啊 玉儿 蛋狼 妹子 你啊 你啊 以后你得喊我哥哥了 咱兄妹俩相亲相爱 也挺好的 不 我不信 跟我老大都把你武器杀了去吧 玉儿 我本只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现在爹也有了 娘也有了 还多了一个好哥哥 正因高兴才是啊 也对 我只需纵身一跃 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放我出去 开门 晚妹 晚妹 蛋狼 晚妹 神灵 再来好像着了人家的道 那晚红烧肉之中 我下了好大分量的阴阳和合伞 服食之后 若不作阴阳调和之事 那便激活错罪 欺恐流逝而死 你到底是谁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使这般东西害我 让我和你婆婆 去重生四海 我要让段正纯 段正明这两个小子 终不生能消 一面不见人 那是再好不过了 大郎 我好伤 大郎 大郎 不知 你与我们段家有什么远远 你是段正明吗 还是段正纯 在下段正明 伯父 你为何与我们段家为难 你到底是谁 大帝国前太子 万年庆 你只要答应我 去天龙寺出家为僧 将皇位让你我 不答应又如何 祝福 好 你们孙子的幼儿 怎么会这样 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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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消人内力 使你必胜武学可以毁于一旦 武林中人无不深恶痛绝 一定是延庆太子学过这门邪功 将此邪功读入玉儿体内 让他不知不觉地便害了我和淳帝 阿弥陀佛 朕南王世子深重嫉妒 前来请求遗志 岂肯四位大德指点名路 便是稍损内力 也未必练不成六脉神剑 多谢长老们成全 方才库戎长老说 大伦冥王一世 不知正名可否尽些绵薄之力 说来也巧 六脉神剑并非真剑 乃是以一阳指的指力化作剑气 有志无形 可称无形起见 从孔罪学到太渊 再到池子 向下而至于迹 奇妙奇妙 如此运转一番 心中反恶竟能减轻不少 这功夫 竟能解我身上的痛苦 那我都看了 是不是 是 只求王姐替你真剑冲撞之苦 能让汽流在手上随心所欲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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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父 和我去吐蕃一叙吧 伯父 和我去吐蕃一叙吧 伯父 伯父 和我去吐蕃一叙吧 六百神剑 那就看看 你究竟有多少本事 公子 身子好着呢 饭量也不想逼啊 是要去会会 该帮中的人物 那她这一次要去多久啊 神仙姐姐 谁 神仙姐姐 自从那日 在十度中拜见过神仙姐姐之后 便已觉得浮渊肥浅 没想到今日 更是亲眼见到了姐姐的容貌 原来这世间 真的有仙子 谁跟你姐姐妹妹的乱叫 哦 呃 不能称你为神仙姐姐 那应该叫你什么呀 我姓王 叫我王姑娘就是 名花倾果两相欢 当年李太白用韶药 比喻着杨贵妃之美 殊不知啊 这花朵虽美 可她却无娇称 无低语 无喜笑 无哀思 不及美人原意 如姑娘这般 金氏绝燕一样的人物 难道你身边 从来没有人夸过你长得美吗 王 雨 烟 就是这几个字 这下段玉 是 是 你 是 大大的 你 你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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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你 英气勃勃 不像段兄 浓报之美 大不相同啊 你老在旁边听着 让人说话都说不痛快 段兄 要不你瞧便吧 王姑娘 阿碧姑娘 段雨之就告辞了 会有气 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 来得正是时候 对 古人说着一罪解千仇 好一条大汗 这定是燕照北国的 悲歌慷慨之事 兄弟 少俩一起喝酒吧 最好 最好 好 那咱们得喝满汤 喝满汤 天下在秦子乡 爱恨岂能够消灿 盼颜下风 兄弟 咱们初次见面 一见如故 要不 咱们结为金兰兄弟 乔大哥如此英雄人物 如果愿意和在下结拜的话 在下求之不得 好 我不好 咱们放毒 你们 我给你们偏辣了 你是一个这位姑娘吗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快给我追 快 快追 快追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别上来 你别上来啊 你 大公子 用你左手失职 点那小副下晚宣 快 小副下宣伤 你别上来 文姑娘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攻他们个措手不及 你别上来 段公子 你走的可是灵魄微步吗 是啊是啊 王姑娘若是想看 我便从头之位 给你演练一遍 你别上来 你别上来 王姑娘 不想别的 我只想往后的每一日 都能像眼下这般 我便心满意足 别无他想了 段公子 今日相救大安大德 我永远都会记在心里 但我的心 早属他人 怕你言语有理 王姑娘 我今日与她同遭凶险 尽心回护于她 若是被她死了 想来日后一生之中 总会偶尔念及我三分 将来 她和慕容妇成婚之后 生下耳鸣 刮棚斗驾直下说起往事 或许 会提到今日之事 她去找一种人木模府 难道我站在一边 眼睁睁地瞧着他们 清热缠绵 难道 公子 可不可以 看她 那边 我说 他不许 他不许 你 还不许 我每个人都没许 在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段公子 王姑娘 段公子救命大恩 目尺难忘 我男女有别 又没有亲戚关系 再同行一事不妥 就此别过 天 王姑娘 段玉今日便在此与你道别了 愿你早日能够觅得 一个比段玉强百倍的如鱼郎君 能够每天爱你 疼你 敬你 护你 让你每天都开心快活 你请我喝酒 这杯子太小了吧 那我就舍命赔君子 来 干 出品 不过于此 可是 自从我遇见了王姑娘 我就便再也自在不起来了 而我又是求而不得 喜欢的人不喜欢我 段施主 人生凄苦 虽然形势不同 但其根本却并无差异的 上至王孙公子 下至凡夫走卒 没有不经历苦恼的 想必段施主心里早已明白 又何来可笑一说呢 公子 苏星河奉请天下精通奇异才俊 于二月初八 驾临河南雷谷山天龙地雅谷一叙 大陆国镇南王世子段玉 多多拜上聪便先生 各小人 岳畔国县 铁北国县 那你没有必须 现在你十分之后 你能干付 坏 那你竟然是 何至今 也要做 这一天 要多多 可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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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算就算再让他炸我几十剑几百剑 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清语 诸法皆因缘生 诸法皆因缘灭 要想不陷入苦闷 只能得失随缘 你我二人心意相通 倒不如就此结拜为兄弟 乔峰 乔大哥是我的结拜兄长 要不然你我三人便可结拜为兄弟 共进这义气之欢 时事 平生之快事啊 共同拜这天地如何 共同公子和丁老怪在山腰恶斗呢 被杀了丁老怪 再来少林寺 幸迷如来 王姑娘有难 我要速去营救她 来 玉兰儿 王姑娘 秦氏兄弟 我帮你出去吧 我又没有受伤 又没有被人点中穴道 而且我表哥跟武功高强 护我绰绰有余 端公子 你还是请回吧 好啊 降龙处长 狗屁不止 狗屁不止 是谁说降龙十八掌 不住新秀派的武功 谁啊 来 这是谁啊 来 来 大哥 瞧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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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兄弟 别来可好 可想杀小弟了 别来无恙 一言难尽 好 今日必须与大哥 好好地和尚一场 大哥 三弟 大哥 此人便是我的结拜二哥 他出家之时 法号叫做虚竹 虚竹 拜见大哥 此刻情势凶险 生死就在清客 这位兄弟敢挺身而出 定是众议轻兄兄的好汉子 撤 干 干 干 我口口声中说 要和两位哥哥同患难 师到灵头去躲在这里 受人保护 算什么匿迹 左右是个死 大哥二哥如此英雄了得 我这老三可不能太不成话 洞公子手下留情 人家饶你性命 你却反向毒手 算什么英雄好汉 两哥不要 难口仁义道德 还不是处处替自己弱想 你不相信我是一片好意 那边有你 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王姑娘 为了你伤心断肠 自询短见 你不让我做 我偏做 你能如何 那我只能尽心竭力 阻你尝试 好 多公子 多公子 表妹 没想到她对你好言相权 你就这样对她 你没听她说 她有竭尽权力阻我成事吗 那人在烧尸山上 她让我丧尽脸面 难以在江湖立足 这个人 我容她不得 表哥 一时胜败真的就这么重要吗 端公子对我一片痴心 我却从未理会过她 却连累于她 表妹 端公子 是 是我 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我以为 你已经被表哥所害 幸好老天有眼 你安好无恙 我没事 表哥 他一心要娶西夏公主 光复大烟 心里哪里还有我 对不起 端公子 对不起 端公子 我到今日才明白你的感受 原来喜欢一个人 而不可得 是这么的难受 看我的 不是 不 不 你 你 啊 你 你 你 这只小狗 阿罗 你拿了我家玉儿干什么呀 她又没得罪你 你这个薄青的负心汉 害了我不算 还害了自己的亲生骨骤 玉燕 玉燕她是你的亲生女儿 玉燕也是我同父妹子 我再数到三 你不答应的话 我就一箭杀了她 夫人 你是这世上最善良 最大度的女人 愿是我害了你 我这辈子作年多短 几年大伙能死在一块 莫言死得其所 不错 不错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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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乱 我走 第四章 第四章 爹 是我 诚哥 爹 娘 娘 孩子 爹和娘都走了 都是因为你的奸贼 我爹爹死于非命 我和你有不共戴天之手 不可 你 眼前的这位 才是你的亲爹 什么 你记住 他是你爹 所以那些妹妹 与你不是亲兄妹 你既不认我 大可用右脉神仙来杀我 你 这边的这位 大可 二弟 大哥有难 兄弟自当前往 好兄弟 几日前 该帮收到大理断氏书信 严帮主为了劝阻辽辽亲宿 而被囚禁 该帮长老们 为帮主的仁义所感 便告中原各路英雄 一同来救帮主 大哥 断玉愿与哥哥共赴子难 大哥 徐竹 也缘同序 二位弟弟 你们必须帮我截至仲家英雄 万不能让他们倾下战争 大哥 这是作何用意啊 大哥 切记 哥哥 以苍生为孽 停兵休战 再无干戈 兄弟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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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我向往经伦佛法 却修得一身武功绝学 我痴迷儿女情长 却难以逃脱伦理之伤 我也曾拥有过 劈干力胆的手足之情 到头来 却只能与大哥阴阳相隔 与二哥天各一方 我原本只求能在父母的溺爱下 做个自由自在的公子王孙 游戏忍奸 也许一切有相皆为虚妄 也许一切生死离合 爱恨情仇 喜怒哀乐 不过是心诈与无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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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